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反弹就撤 或者是说你想评估一下风险和投资的回报 值不值得在这部反弹里面去抄底一些项目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后面会重点讲这个部分 那么首先按照以往观点 我们先回顾一下那个行情数据 核心的新闻事件 其实今天的新闻事件还比较多的 自己有几个新闻 特别是还有一个关于安全方面都值得一讲 那么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呢 我们大概前面15分钟就可以覆盖这些内容 后面的部分是一个Q&A自由交流的环节 我今天依然收到了 有人要求我把直播做短一点 那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 前面你看前面15分钟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们进入第一环节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的行情数据 那么今天的行情可以说是 自我觉得是5月以来嘛 我看到那个新闻头条也统计了 基本上今天的CoinTelegram和CoinDesk 都是在讲这个行情的 这个今天是很有利的一个反弹 那么今天这个行情数据呢 总市值是有个明显的增长 现在市值来到9520亿美金左右 相比较昨天呢是增长了3.48% 过去24小时交易呢 也有一个非常迅猛的增长 增长了31.25% 交易总额为698亿美金左右 然后稳定币的交易占比呢 下降到了89.11% 此日此刻比特币的价格是21579美金 它的占比上升了10.99% 达到了43.32% 那么今天的DeFiLama的总锁仓量的话 排名前五的DeFi的项目的资金流入 锁仓的情况 以及过去七天的表现 都是有很明显的增长 那么其中有几个项目 我觉得是今天在后面的话 会重点去讲一下 我收到了很多私信 都是关于这个项目的 OK今天的贪婪恐慌指数呢 现在是定在一个20 虽然在表上面显示 还是一个极度恐慌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追踪的话 你就知道之前其实跌到过6 6的时候是连续的行业的 这些DeFi的项目爆雷 说起爆雷这个事情 无论是从LUNA到三件资本 到Celsius 到最近的Voyager 就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这些所谓打着DeFi的这些 打着DeFi名义的这些项目 还是玩的C5那一套 而且甚至是庞氏骗局 那么今天关于Voyager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筹文 等一下这条新闻 我们重点讲一下 那么排名是市值排名前100的 这些项目的CMC上面 我们看一看过去24小时的表现 其实表现是比较好 按照这个排名的话 有两个项目是两个数的增长 但是比较好的是 其实绝大部分的项目的话 至少有超过50%的项目 是有一个较为有利的增长的 然后过去7天的表现的话 基本上算作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反弹了 那么今天的表现的话 就1inch 过去24小时10.90 Avalanche 10% Polygon 8.29% 然后再就是Internet Computer ICP 还有这个Curved Dog的表现是 过去7天表现是最强劲的一个 DeFi的项目 可能你关注的项目 它的反弹力度更大 但是没有在这里显示出来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你工具要使用的时候 你要翻到第二页 但是我如果是关注 整个行情的走势的话 我们关注前100市值的项目就可以了 因为100以后 它的市值体量比较少 占比比较小 那么这些核心行情数据呢 我建议大家是每天都要去跟踪一下 这是对行情的一个走势 最最重要的一些核心数据 OK我们进去看一下今天的几条新闻 那么今天有个新闻的话 像关于交易所的发展这一块 我觉得现在币安和Coinbase在这 其实最近探议 他们其实我感觉 整个加密行业的交易所的格局 有点进入三国时期 那么是我觉得三国的三足 鼎立三强的局面营 形成是哪三强的Coinbase 我们从大带小 Binance Coinbase FTX 那么FTX在这一波呢 现金储备非常的充分 它可能是想通过超低这些大量的资产 这一波冲担了美联储的这个角色出来 就是它在这个行业的布局是肯定有更大的野心的 那么Coinbase 不用置于全球知名度算是最高的一个上市公司 它完成了在美股上市 但是它本身的合规既做的非常好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弊端 因为它的合规 如果你美国美股上市公司的话 你导致它很多项目是不能上的 但是同时呢 从法律层面它的可信度是最高的 然后再就是Binance Binance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项目 它的优点是明显是说国际化成分非常高 但是现在在合规在某些地区的话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在美国预约监管 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被调查的状态 那么最近的话 它明显是有做一些在比较主力的经济体的国家 去做一些合规 想在法律层面让自己的业务 对自己的一些投资者来说 希望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法律层面的一些背书 那么还有一条新闻 价值2700美元的NFT 已经被OpenSignary黑名单 无法在市场上交易 关于这个新闻的话 我的感触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按理来说的话 我们比较理想化的下面货币的话 NFT这东西 我们是要去中硬化 那么既然是去中硬化的话 不应该被一个平台给限制住 这种程度化 本质上是一种平台的审查机制 就类似于 类似于比如说 传统的中硬化的内容交易的一些平台 对吧 平台可以决定下榨你这个东西 让你这么没办法 在这个平台上去交易 那如果说一些NFT 由于被黑客攻击被盗了 那平台是可以把它拉黑的 拉黑了之后 导致你这个NFT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上交易 那等于上等于它的商业价值 或者说价值跌了很多 而且一旦OpenC上面 像Obson这样的平台 如果做到一家独大 成了一个流量的 一个NFT的盟户网站 流量都在这资金也在这 你被它封杀了之后的话 你一个NFT项目可能基本上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那可能绕了半天 我们又绕回了互联网 Web2的互联网巨头那种 那样一种模式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确确实是有些违法的行为 比如说黑客攻击了之后呢 特别是ERC20的标准 那你要符合全世界的KYC返洗钱 这项流程的话 肯定平台要做出一些限制 至少在违法犯罪这一块的资金的流程 它肯定是要做一些东西的 要做一些审查的 那这一块的话 我不知道在Web3的时代 我们究竟要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总结起来的话 目前可能真的是在相互市场 我觉得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有人提到NFT是去中化 可以去look through上交易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问题是你对一个项目来说 你是毁灭性打击的 你的交易量如果是 OpenSea把你下架了之后 你虽然可以去别的平台 但是你同时在流量上就把你封杀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好像你说 Twitter把川普封杀了 难道他不能搞个去个别的平台去发声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他可以去Facebook 对吧 他可以去YouTube 说是这么说 但是现实层面的意义呢 对他的原 对他的言论的这个打击 言论的自由度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个道理同样运用在NFT的交易市场上面 OK 这是今天是Web 3.0世界 我们社区大佬做了一个资讯平台的这个快讯 那么前面是还有最后面我们会讲一下念文的 发的这转发这个Bankless这个深度调音的 可以直接讲一下 那么还有这新闻是 关于那个Voyager Digital 这里强调了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言表示 就是他们正在调查关于那个Voyager Digital的虚假宣传 我们知道像银行的话 美国简单的说一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话 类似于就是说 一个给那些做存款业务的 还会投保 投保了就如果说这个平台崩 爆雷 这个银行对每个投资人在开了户的人 是有一个保险公司会进行一些赔付的 大概是这么个业务 但是呢 这个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敲出来说 他们并没有 说跟他们达成一定的合作或协议 等于就是说他虚假宣传 他没有这个东西做保障的情况下 他开展了这样一种 就是类似于简单粗暴 就是P2P你把钱给我 这样一种难处的非法极致的行为 不仅涉及到虚假宣传 已经涉及到那种金融诈骗了 所以说这个行业加密行业 即使在监管最严格的那几个国家 你就会发现 这种C-Fi的这种诈骗 依然是层出不从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 其实我要给加密行业的人 喊一句冤的就是 加密行业的骗子非常多 大部分项目 很多项目都是骗子 但是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必要单独的去指责 加密行业 这个行业的某些地区的人 或者是某些项目 或是指责这个行业骗子多 因为从现实世界来讲 华尔街的骗子一点都不少 中心化的金融的体系 骗子更多 而且这一次最糟糕的就是 这帮Voyager也好 三件资本也好 Celsius也好 等等等等 这帮人 这帮脚毛 他们玩的从头之尾 就是他妈的是C-Fi那一套 本质上就是 中国大陆以前崩盘 那个P2P你财业那套 没有任何人监督他 甚至连Voyager 他居然是在美国 这个监管体系下面 明目张胆的虚假宣传 他没有的东西 他活生生说他有 然后有上 有十万 近十万的人受到了影响 把钱给了 他让他去运作 在加密这个行业 他不仅给加密行业 带来非常恶劣的一场 因为吃花群众会觉得 那都是搞crypto人 就是骗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冤的 只能说金融领域 自古以来玩 跟钱最坚硬的 骗子就特别多 大家看过华尔街是狼的 华尔街的骗子 直到今时今日 华尔街的骗子 可一点都不少 为什么crypto的骗子多 就要承受这个骂名 其实我们回头看 DeFi 我觉得DeFi更邪恶 DeFi的骗子最多 这是我由这个新闻演出来的 所以这个行业的话 我希望它是往一个好的发展 但是我同时又不得不吐槽一句 推特上有一个叫confession的段子 就说了 有很多人谈了 他们说 他们在诈骗这些 千禧年 或者JLTZ的这帮蠢货的时候 他觉得他一点都不内疚 他意思就是说 这帮年轻人冲动 想一夜暴富 想不劳而获 去参加各种 不管是金融也好 股票也好 什么做空华尔街也好 或者什么 Dogecoin Shivercoin 这帮骗子说 在诈骗这帮急功经历的 年轻一代的时候 他们觉得一点都不内疚 因为这帮蠢货就是该骗 一样的 我在这里 对看我视频的人说 就是你在投资 或者说不管你投机也好 加密也好 传统剧应用要好 你一定要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 辨别是非的能力 很多东西 信息你要自己验证一下 不要被利益蒙蔽了 你的双眼 一定要锻炼出这种 辨别信息能力 不要相信任何人 一个公司项目 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如果没有证据 如果没有你亲眼 可以验证的证据 都当做没有 他说他不会崩盘 你就当他会崩盘 他说他有十亿的 那个现金储备 你没看到 就是没有 我打个比喻 USTD说他有三倍抵押 你看到了吗 他在链上 有10亿美金的资产 但是你还要问 他这所谓的 10亿美金放在上面 这些钱 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去监管他 他是不是随时就可以保路 是不是随时可以 把这个资金给抽走 他有没有证据 证明说他不会做 他有没有相对强硬的证据 告诉你说 我没有能力做 那他给不出证据 他有能力做 他只是把钱放在那 那你就把他 就直接把他当骗子 对待就可以了 他就等于他一定会做 这个行业越是大的平台 你越不要相信 你一定只能相信 你自己看得懂 能够辨别的项目 但凡你看不懂 你不能辨别的项目 不管他的资金池子有多大 把他当做骗子就对了 我讲了这么多的话 我是希望用比较极端的方式 如果小白在看的话 就一定要长个记性 这个行业 金融行业 跟钱接近的 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不管你是传统金融也好 或者说加密行业也好 不管他的牌子多么光鲜 让你十几亿美金 或几百亿美金 华尔街高管 什么斯坦福毕业的 通通都是狗屁 好吗 一定要清醒 一定要清醒 这些都是狗屁 好吗 OK 这是关于这块 我是有点情绪 我是有点情绪 我觉得这一波的爆出来的 这帮C5的小毛 骗子实在是他妈太多了 真的没干好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这个新闻 也要是一个教训 我那个群里面的 有那个 我们的社区小伙伴提醒了我 有个五亿美元的教训 这个行业呢 不管你做的多牛逼 交易所也好 项目方也好 最终你都是给黑客打工的 这个是免不了的 那么交易所会买保险 赔了他认 项目方的话 没有保险给投的话 你的钱被盗了 你就灭领之灾 X-Infinity的那个测链的 Running之前是导致了 5.4亿美元的资产被盗 原因就是 X-Infinity的员工 接收并下载了一份 PDF文档形式的招聘offer 里面富有病毒 导致信息泄露 做一个视频 加密的QOL 我收到过 我每天都会收到 骗子的私信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多接近被骗 有一次一个骗子说 他想早期的时候 说想跟我合作 等等等等 帮他继续做推广 然后我吓下来了 当时我就觉得他是骗子 然后我只是说 他搞得很正规 说能不能让 我说我就想了解一下 我说你的业务怎么合作 他就让我签保密协议 所谓的保密协议 就是让你下一个文 下一个 一个被压 一个压缩包 下下来之后呢 里面一个PDF 还正儿八经的 一个保密协议 让我签好了之后 发给他 然后关键来了 他就引导我说 你把一个东西什么 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验证码 发给他 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到那一步的时候 我看那个文件名的后缀 我就觉得很扯淡 我就看那个文件名的 文件名的后缀 是不对劲的 所以说 我就 没有 没有继续下去 我就把它拉黑了 然后关于这种 同样的骗数的 每天我都会收到 这样的邮件 特别是Telegram 你只要牢记 Telegram给你打招呼的 陌生人的 不是你自己主动 去联系的朋友 介绍什么的 百分之百都是骗子 我不要不用讲什么 大家不想用什么 这种大多数 其实没什么软用的 这种很理性的 很严谨的话 全部都是骗子 我都不想讲什么 大多数 所有Telegram 私信你的 你不认识的 不是朋友 准精准介绍的 都是骗子 小白 你记住这句话 都是骗子 OK 同时呢 你一定要计算 这些相关的常识 什么文件名 后缀常见的 不要打开文件 那些什么附件 等等等等 然后你公用的电脑和你的私人钱包要分开 这些你都是要做的 钱越多 越要重视一点安全 如果你说你钱少这种 其实也还好 对吧 你要是就是个几百几千刀 你要真被盗揽 对吧 你也没觉得多痛苦 但是如果你是项目方 或者说你是一个像我们社区里 大佬动不动 就是上千一体一起的 闲置资金的 一定要学好安全 这是警方黑客 这个行 这个行业真的是黑客的天堂 无处不在 一定要重视起来 你有很高的概念 首先所有人是一定会碰到 就看他攻破你 他连续攻击你几百上千次 看能不能在你有生之年 在你有生 对吧 把你给攻破了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时时刻刻 牢记 注意安全 好吗 这是关于今天的 这个新闻 再就是主流媒体的 整个行情的这种舆论的风向 我觉得是有一个大的转变的 首先的话是出现了说 从三月份以来的最好的一周的表现 这样一个头版的一个新闻 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技术分析 然后呢 再就是 有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口吻 说 比如这刚刚这个是头条的 然后因为那个日本首相事情 现在是主要正聊那个 出现了CoinDesk头版头条 有开始提到说 最糟糕的熊市可能已经过去了 然后提到的bullish 这个词 你找关键词就对了 主流媒体把他们拼起来 如果有没有这种关键词 或者说有些触底 或者反弹 这些关键词 我的感受 像这种主流媒体全部搞在一起的 他们的 一般他们的口风 头版的文章 不管是他们有这个控制市场的舆论能力 还是说他们能够反映市场情绪 他们的这种情绪一般都是正确的 对 就是大的趋势周期 基本上 从我的经验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判断都是正 都是正确的 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大的这种 阶段性的 以两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的 大概是准的 只是说短期之内发生什么事 他肯定是意想不到的 这是今天大家可以值得注意的 然后呢 这个就 衍生到今天这个封面的这个话题 如果有一波强力的反弹 哪些项目值得抄底 那么其实这个的话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问一个问题 在这一波连续的 这些项目爆雷中 有哪些项目是最冤的 也就是说 有哪几个项目 躺枪是最严重的 要不就是说 他新上线很好的项目 被陆兰给带崩了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导致 他是吃了一个大亏的 像这种项目 这种类型的项目 我心目中有个选 我觉得他如果这一波 有一个上升的波段 至少是在这个周期之内 有个大的反弹 比如说反盘到 反弹到三万多美金 我觉得 在Luna崩盘开始上线的 非常优质项目 但是被Luna带崩的项目 一定会有个非常有利的反弹 然后再就是 STTH流动性危机的 由于这种脆弱的市场情绪 导致有几个平台 他跟那个 以太坊merge相关的 以太坊反流通性相关的 但是本身 他的结构是没有安全隐患的 他也没有上杠杆的这种平台 他是很无辜的 但是实在是被带崩了 我觉得这种项目 大概有两到三个 然后从这几天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这一波的 威姬姐说了之后 他的反弹 修复能力会比较强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冤的 他跟 他根本就没有参与 什么过渡上杠杆 也没有搞什么骚操的 纯粹是被队友给带崩的 然后目前的merge 的口风放出来的 非常顺利 现在已经到七月 那么下一个八月到十月之间 就一个市场会有个预期的情绪 那么综上所述 我觉得有大概 有三个项目 目前是我感觉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还有几个项目 我觉得是一路都表现比较好的 那我从这个先从排名师前一百的项目去 给一给我自己一个非常不靠谱 主观的感受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觉得做媒体的话 就是还是不能讲那种 为了自己不讲错 讲一些光明 说了没说 说讲那种 要讲的话 讲得很满 都不愿意给一个主观的观点 我觉得如果你讲话 是全是中心正确的 你就是没有观点 没有观点的就是废话 那我说一个主观的东西吧 我首先是从 我自己的主观感受 你其实每天有个 市值排名前一百的项目 你每次大跌之后反弹 它的表现 你就可以知道 哪些项目是比较硬的 首先curve倒是绝对算一个 但是问题是 它过去期间已经长得太多了 所以说如果此时此刻 你刚刚看到的视频 或者最近几天 你想抄底的话 我觉得它就不算了 你要早几天的话 其实可以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表现的话 FloorChain这个雷神链呢 我没怎么关注的项目 但是几乎每次反弹 都是有它的 这个项目研究不多 只是从这个指标来看 然后Matic Matic其实反弹的还可以 我觉得不是最优的一个项目 但是算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Stephan我不想提它 但是不得不说这几天的反弹 从投机的角度来讲 只是这个项目的 风险非常非常高 它算一个 从短期投机的角度来讲 算一个 然后呢 再就是以太坊 绝对算 因为有merge在前面 之前那个流动性危机 其实以太坊是最冤的一个项目 你要知道 以太坊自己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全是这帮搞C-Fi的人 跑到加密货币行业去做诈骗 导致了流动性危机 他们过度上杠杆 把以太坊给带崩了 但是以太坊是符合我刚刚说的这个逻辑的 以太坊非常冤 我觉得如果说这波那帮C-Fi 杠杆却差不多了 以太坊应该回归到它正确的一个合理的价格 我觉得会可能就会在这个价格的居住上 会有个比较有利的反弹 然后Apecoin也算 但是Apecoin其实它现在价格 因为它也没有跌得很惨 所以说它不大符合我刚刚说的这个逻辑 它其实没有怎么受到很强的这种牵连 然后还有两个项目是在100名之后了 对还有一个项目 我觉得最符合这个条件的Project Galaxy Project Galaxy的不是这个 是GL 是Project Galaxy Project Galaxy刚上的时候 是马上就赶上了那个 那个Luna崩盘 把那个给带崩了 然后还有个项目 是我自己有买的比较多的 但我讲出来我觉得就会有点 你就本能的 就你看我的内容 我就是教你方法论 就是你本能 你应该怀疑我的动机 因为我讲这话不公正了 我觉得LinduDAO很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首先LinduDAO它的业务 它没有什么杠杆 它就是帮助以太坊做小质押的 我之前讲过它的风险 风险就是项目方的人 拿着你这个ETH去做骚操作 但是目前看来它是没有问题的 Curve也没有问题 那它的STETH就是1比1兑付的 它其实系统上 它没有搞骚操作 它也没有它这个业务模式 是没有上杠杆的 然后由于之前的STETH的危机 把它带崩带的非常非常惨 然后它上Binance的那一天 也赶上了Luna崩盘 是施级的最糟糕的listing的表现 所有的项目里面 就主流项目 事实大的项目 它有最糟糕的当日上Binance的表现 所以说这个项目 我觉得在这几个项目里面 除了以太坊以外 我觉得它是最冤的项目了 Curve到已经修复的差不多 它非常非常冤 其实它根本没做错什么 但是被带崩了 而且它带崩带的特别惨 它之前是上Binance的时候 赶上Luna刚开始崩盘的时候 它价值到三点几刀 现在就多少 现在只有75美分 这几天修复的还不错 因为它如果修复的不是特别好 我都是有点慌了 但是从这几天来讲的话 过去一周 它修复的速度还修复的不错 交易量增长也不错 目前市值比较小 然后特别关键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它之前 在Luna没有崩盘之前的价格 上Binance那一天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上Binance那天 没有破那个Ultime High 但是也到了三点几刀 之前的价格是保持在两到三刀 那么现在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 如果以太坊能够修复 加上LiDual是会 受到那个Merge Merge如果成功上线 LiDual是最受益的一个小项目 最受益的项目 它目前价格是 今天是75美分 那么Luna崩盘之前的话 是两年级 两年级美金 然后接下来 如果有一波比较远的反弹 一切也起 如果比如说 回到一个接近2000刀的位置 17800 然后加上Merge成功上线的市场预期 那么在接下来 8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LiDual的话 有比较大的迎面 从风险和回报来讲 因为如果你说风险的话 那就是现在恐慌只说20 然后再崩一波 崩到之前的地点 那也就是会继续 你可能要承受的 就是它现在是70级 你进来刷一下 可能会跌到40级 40级每分 这是它的下限 那么上线的话 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概率 会到两刀左右 或者说在两到三刀 甚至是更高 取决那个Merge 能带来多大的市场反响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说这个 还有一个SSV SSV也是跟那个Merge的关联度是最高的 一样的道理 SSV我自己也买了 所以说我说这个SSV和LiDual的时候呢 你们要怀疑一下我的动机 要自己去判断啊 因为我就是额外的偏好的这些项目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两 讲这两个项目的时候 我是没有太多的公正性的 然后其他的项目的话 我暂时没有想到啊 有人提的比较多的话 IMX Immutable Immutable这一波反弹的 逆度非常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没有太多的想 这个短期真的没有太多的 想象你的空间 基本上我关注到的这些项目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 然后我相信 我刚刚已经正面的回答了 大家关心 我怎么看 你的风险和回报怎么样 OK 我相信我刚已经正面没有躲闪的 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虽然我一再强调 就是在整个这个环境下面 我是不建议抄底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承受风险能力比较高 你非要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确确实实有一个答案 那我就讲了 好吧 其他的风险各方面的 你就自己去判断了 那差不多就是今天要分享 就这么多 OK 感谢收看今天的资讯 加密加密 就看加密信条上半目 就看加密信条直播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一个社区自由交流的环节 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 看这部分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温度 detail complètement 这是 weeks 谢谢